哎呀 小嘟嘟 琴子 哎 可以啊 我问这里是不是有个 哦没事了没事了 我就做个花的人 我这里过来做个花的人 哦哦哦 这个是开门的那个吗 哦哈 就把这个开门弄了 哦哈哈 我这个门开了就好了 走吧 是你到来的我到来 我自己 我姐我我到了我到了 我cd过了 我我我刺客我刺客我刺客 等等 等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 我不是要着站的 我们俩站站站的 怎么就不累积了 nonono 啊 啊 对啊怎么就不累积了 你干嘛 那个就是 我是被 我是被 哄哄吃到肚子里的 然后呢 被po出来的 那个至于是谁po出来的话 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是被哄哄吃到肚子里的 其他没有什么别的信息 过 我一开始出车在锅炉房 跟那个珊珊在一起 然后她跟我说她很牛逼 好吧 然后我就转了一圈 我往下的时候 看到了野猪九月跟太一还有谁 太一跟那个谁走了 然后野猪九月 我看到一个人 我害怕 然后我就走了 我往下走 走到乌洞门口的时候 猴哥 好像在跟盔甲里的人说话吧 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 没什么别的有用的 前面这两个 都不说 我来说 我不知道九月秦子 还有哄哄谁是 反正根据刚才那个信息出现的时间 哄哄一定不是网红 反正前面宋建儿和七七 他们都没聊网红的信息 我 猴哥 还有刁的一 我铁宝他们两个 其他的就没有了 好吧 后面的人 我需要你们具体给到我几分几秒 就是报警前的几秒钟 出来的信息 郭 你在说啥呢 我是没有看到 我的身份 我给太医说了 太医你回忆一下 因为我记得 因为金二的发言是有问题的 当时 你说轰轰是醍醐没问题 但是你要聊一下九月的张牌 因为我和太医刚走的时候 九月和轰轰是在一起的 就是也就是说还有一个人跟了九月那一刀 你知道吧 所以说就是一定是在场是双狼的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太医好像说了一句 小温猪是在那个现场的 但是金二也没有报那个九月的 所以金二和小温猪在我这有可能是双狼 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个人 太医如果有事业的话 你们可以听太医鬼啊 因为太医是肉质牌 小温猪大概也是一张狼牌 因为我们最后走的时候 哎呀这下怎么说 这两个人都死都倒了啊 过了 不不不不不不 呃金额你必须得说出现场是谁给他刀了的 是谁把你救出来 我觉得你得聊出来是谁刀了 我当时 我当时是上去了那个实验室那儿嘛 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当时太医说小温都有问题之后 我说不不不我没有 然后我就往右边走去了饭堂 这边就在奇珍那个衣品收藏室 右边那个过道这我是走了的 我觉得你们如果怀疑我有问题 那我就去做个任务 我就往右边走了 然后往右边走 不到一会儿这边就拍紧了 如果金额没有聊出来 是谁刀了这一刀 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狼队友救出他来了 呃我其实觉得可以投一手金额 嗯 要么就是你他 除非你刚刚说聊出来那个人 然后呢 我觉得这刀绝对不是什么好刀 你聊的也不清楚 我觉得没毛病 我觉得可以投金额而过 OK 太医发言 太医肉质 我太医挪点三郎 送金额小修 小温 为什么 我跟三哥他们尸体肯定是在实验室门口那个盔甲那边 好吧 我跟三哥走的时候 那个轰轰跟眼珠九月还在那个盔甲旁边的旁边有小修 有小修跟那个 有小修跟小温 好吧 送金额过来后面过来 并且轰轰跟眼珠九月两个都倒排了 我怀疑是他们三郎开三刀 刀到加拿大了 好吧 在这边送金额小温小修肯定是不好的 同猪跟刁 跟马老师在一块 是不是 还有一点 小温 网红死了你都不敢报 对吧 那三哥不报有他原因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敢报 你看 来小修 来小修考你一下 网红死报警前多少秒 很好说 过了 呃 报警前两秒啊 就是当时他一说我跟小温有问题我就走了 我头肌肝染过 骗小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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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啊 懂你没意思 懂你没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这样 标得依法 哎 投的谁啊 不能欺负小修 你们投的谁啊 哎呦 投小 投小可爱啊 好好好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骗人啊 两秒 怎么这样啊 因为有人到了酒院 我怀疑酒院是那个网红 哎呀 我裂开了 好好好 怎么骗人呐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两秒 两秒吧 修改 不是 因为我我到了呼呼 然后有人跟着刀到了酒院 我以为你是那个网红 你知道吧 哎呀 这网红吧 我记得 哈哈哈哈 毫无谈气 我真的 坏了不用 屈于自信 来来去 两秒 对啊 因为你跟前面 尴尬死的 丢的一发言 是这样的 如果小温 宋静儿 你们其中有个刺客 直接就随便 居死一个 他一直搁紧着 冒充漏 有三个气票 你们三个气票 对吧 不要 弄 哎呀 谁自杀 我们投另外一个 过 不是 上把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谁 我不知道小秋是个坏坏 那我就是不敢说 是我看到 万一它是个好刀呢 我只是不敢说而已 那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为什么po出来要报警呢 因为我是 从红红肚子里po出来以后 马上报得紧 然后如果是狼 我为什么会报警呢 我是不知道 我不敢说 我怕万一我说出来是 别笑了 别笑了 因为我前面没有任何信息 别笑了 不要再笑话我了 全场没有任何信息 不知道前面有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别笑了 别笑了 是不好的 所以我没法说 没有敢点出来它而已 过 我没法说 没什么好说的吧 没什么好说的吧 主要刚才三三的发言一定是好人了 太爷爷跟三三秒投票 他们两个的视角已经暴露给我们是好人了 我和猴哥还有第二个我们商量出来这样一个计谋 结果还是变得了小秋 那么就投金儿吧 剩下的坑位就那么点了 好过了 是不是又是刁登叶的主页 他又拿网符炸我 下次再也不信他们了 刁登叶拿网符就是我炸别的 还这么说他 又骗人 刺客没了 小秋是刺客 投不了一点 马老师救了我一命 这个三人想盗我 肯定是个好带还给他提前点票 真的是 骗小孩 骗小孩 过 哎呀 真快真快过 太爷还好意思说 那投谁呀 好行啊 三三已经点票了 他点的血温 红竹说要投中金 我们几个人 现在剩两个人 加一个鸽子 那就是三票 我们现在打个人 就叫你这一票 那随便投吧 那投送金 他一眼骗人 他也骗我 他说他是漏汁 谁知道他不说 你是鸽子 你是鸽子 你的高市 你的脚 我说这投送金有问题吗 你肯定是鸽子 怎么说 下官刀不刀我了 刀不刀我了 刀不刀我了 那最有呢 刘啦 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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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个,到一个,到一个 哦 玩 我真服啦,那个 我太黑啦。 你们看见这谁啦? 你们说一下吧 我一个人在那边下面的 然后我看见那个都叫了一下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尸体 我就抱了 因为我那个灯 只有一点点视角 什么都没看清 因为上面太多人了 我怕有鸽子 我就一个人在下面 那个尸体应该是在 饭堂的祭坛的 左下角 过 过了 那天真有网红 掉那天自己是网红 行行行 我们 那我们投小温吧 我们其他人都在上面 对吧 让七七下去拍得紧 应该是这样的吧 七七当时拍紧的时候 我看到他了 他是在我们稍微下面一点的位置 拍紧前那个灯会全亮 过了 OK 那先把小温这个定狼出去 好吧 过 那么了 我不到啊 我刚在隧道里面躲着 我许是我让这个鸽子银的算球 你们贴去 我都没刀人 七七你有刀啊 哎 嗯 哪 光 不听不听不听 小猪练经 小猪练经 不听不听过了 啊 小猪练经 嗯 坏了 嗯 我入戏了 我不是肉汁 但是我比肉汁还像肉汁 怎么办 你是啥呀 你是 你是不是动得刀啊 太一 我刚怎么看你动到啊 鸽子低轮顺势打的还很凶 你为什么赢啊 你什么赢是鸽子 他一秀呀 他赢出来了